我们已经把刚刚的公式又全部做成一键完成了 所以以后假设你有新的问卷调查结果 那就可以一键完成了 你就可以不需要重做了 有些动作的话就是一键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的程式的复杂度越高 你会发现节省下来的时间当然也就越多了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 可能你最后做完这个结果之后 其实主要还是想要知道几件事情 主要如果我想要知道 就是这个地方到底年龄 就是说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还有职业 到底哪一些人是最多的 各占比多少 所以最后的话如果我希望画个统计图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资料能够一目了然的话 那这个时候最好是利用有一个功能 叫枢纽分析表 那枢纽分析表其实非常好用 其实我觉得拿来做一些数据处理 或者是大数据处理都非常的好用 那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很大量的资料 快速的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报表 一个表格 比如说我想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性别到底占比多少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这里多少 你们可以参考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 这个字边 你们可以参考在第六页的地方 那我可以做出来 假设我希望做出 它占比各多少 男生多少女生多少 除了可以用那个所谓的圆形图来表示之外 也可以用直条图来表示 那上面的话呢 我希望占比多少的话 那希望用百分比呈现 所以我们第一步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会问我说 是不是这个范围 A1到O的151 对没错 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 性别拖拉到下方 所以特别注意下方列的地方把它放开 那如果你要统计的是性别的数量的话 那你再把性别同样的方式再拖拉到值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就做两件事 就是插入枢纽分析表之后 把性别分别拖拉到列 跟分别拖拉到值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结果就显示出了 这个 其中看到呢 男生占 男生的数量是88个人 女生的话是占62个人 OK 但是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我希望看到百分比怎么办 那百分比很简单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个箭头 有没有 在值的下方 这边有一个值的篮位设定 点下去之后的话 切换到 特别之后 切换到值的显示方式 这边有摘要方式 值的显示方式 把它改成呢 总计百分比 可以帮我改成总计百分比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就会用百分比的形式呈现 那就不会是数量的方式呈现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希望 除了百分比之外 旁边还有能够是数量也顺便显示 这样我参照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再把性别再拖拉一个到下方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边就会多一个 一个是它的百分比 一个是它的数量 OK 那基本上看数字其实就很清楚了 可是毕竟很多人其实 还是你还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很多人还想说 那你其实如果画成图 大家会更直觉 所以最后的话 你给人家看数字 其实当然数字已经够清楚了 可是有些人看数字还是觉得不清楚 那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透过分析里面有一道枢纽分析图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比例的部分 画成圆形图 把这一个呢 画成直条图 也就是画两个图在下面 那画的方法的话 就是直接点枢纽分析图 然后呢 它会显示说 那你要画什么图啊 我要画圆形图 然后呢 直接找到圆形图 第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那么花俏 我们不用立即 用平面就可以了 按确定 然后并且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放在它的下方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这个图上面没有标签 最好是这个就是难 不然的话看这个形状 看这个颜色 看旁边这个图里 不清楚 所以最后我的习惯是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里面 找到一个叫什么 新增图说文字 好处就是说呢 上面会显示说 到底是什么性别 男生我是旧 女生是41 你这样就够清楚了吧 OK 甚至如果你还要更 那个凸显男生的比例 你可以怎么样 再点一下男生的这一个区块 向外拉就可以了 让它可以分离 你可以把它结合了 这个其实都可以再做调整 那怎么让它分离 很简单 一先点整个 二再点男生这一个区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里面 或向外面可以拉开 OK 所以最后就是再加上圆形图 然后另外再加上直条图 一样枢纽分析 然后找到直条图按确定 也就是说 最后的话把它用图形来呈现 应该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有没有 一个是比例上面 男生比例比较多 OK 它的比例稍微比女生多一点点 然后它的数量也会比女生多一点 其实看图就知道了 你必须要看数 最后的话请你把工作表 它其实是把原来工作表再增加一个 那你这个叫什么 叫年龄 年龄的 苏纽分析 跟着一下 这应该是性别 苏纽分析 OK 那其他的话 当然我这边有出几个练习题 你们可以试着分别完成 就是性别OK之后 然后试着做看年龄 还有职业 那做出来结果 反正就跟刚刚一样 一个是圆形图 一个是直条图 这个是年龄的 这个是职业的 那你会发现这个职业最多 好像是广告设计类的 OK 然后再来去分析 哪些年龄最常购买哪些的杂志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统计一下 到底他买这个杂志 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最多什么 本期的专案报道 OK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们先坐到这边 那并且把这个档案先存起来 那下一次的话 我们 所以下个礼拜 基本上我们就踩那个远去的方式了 如果疫情慢慢下来的话 也许我们慢慢再调整好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部分 就暂时先把它存档 等到后面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全部做完之后 再一次绞交就可以了 OK 那大家说下个礼拜 我会再开一个作业区 那你们就把作业绞交上去 就完成这一次的练习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OK OK OK